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这两组人是当时我们采访到的受灾群众 一边是打破屋顶及时逃生的杨继生夫妇 一边是在大水冲毁的农贸市场当中 损失了所有家长的王静 他们灾后的生活一直被人们牵挂着 时隔四个月了 我们的记者又一次走进那里 曾经的灾区现在是什么样子 杨继生夫妇和王静的生活 与四个月之前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杨继生一家算是幸运的 是很大 但提起洪水来临的那一刻 他和妻子算是在危急时刻 侥幸捡回了一条命 遭了灾以后 两人住在房子后边搭建的帐篷里 而通往帐篷的通道 只能是从炕上的窗户上翻过去 它是清源县北三家乡 树基沟村村民 半年前 王静和丈夫 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了数十万元 做起了海鲜生意 而水灾的发生让他损失财重 再次来到清源县 这里已经是天寒地冻 即使是白天 气温也下降到了零下十几摄氏度 曾经被冲毁的道路已经修复通车 但道路两边被雪覆盖的断壁残垣 告诉我们 这里曾经有大水冲过 经过村里人的带领 我们找到了杨基生夫妇 洪水退去后 杨基生和老伴任秀桓 就一直在被大水泡过的屋子里生活 不忍离开 回想发洪水时 是丈夫杨基生拼尽全力 把房顶捅了个洞 二人才活了下来 杨基生一家受灾严重 家里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 经过了四个月的整理 眼看着房子慢慢变好 生活保障也很充足 任秀桓的心也逐渐踏实了许多 这是梁子 就是上面滴水 有一个盆 这是梁子 有两袋是他干部 干部北京 这米大概咱家都吃到什么时候 这个我还真说 这个我没有说 我说不好 过年五一左右 正所谓家里有粮 日子不慌 受灾的时候 他们住的是帐篷 每天只能吃方便面 那现在夫妻俩的一日三餐 是否有了改善呢 这以前就是个小窝 搞破烂的地方 搞粮子的地方 现在咱拿它当厨房 现在拿它在高厨房 这都是什么呀 这都是吃 这就是粉条 白菜 然后这个排骨 这个我正常他们咽喉 我就光烙了油 给那个锅烙了 还有排骨呢 挺香的吧 挺香的 一会儿给你做点吃 这剩菜 这些咸菜 阿姨 我看您这摆的真是挺规矩的 摆挺规矩的 你看油盐酱醋 不吃 什么都不吃 不吃 菜也不吃 这都是发的吗 还是 这个不是 这个是我买的 咱这买东西方便吗 方便 给它商购就行 灾害发生后 任秀桓家里的东西 几乎被冲刷一空 电视 电话 电脑 都被冲得没了踪影 由于与外界联系不上 任秀桓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上过电视了 特斯的妈 我都看着你了 我说来哪看呢 特斯的电视点上看呢 哎呦 我说还真伤了电视了 我说我那时候 我都熄了糊涂了 我还不知道咋回事呢 于是 记者陪同夫妻俩 回看起了曾经的节目 杨吉生一家算是幸运的 哎呦 我这老爷 看那老爷 虽然那场灾难 已经过去了四个多月 但当杨吉生和任秀桓 坐下来看屏幕上的自己 不禁勾起了曾经的回忆 还得活下去 既然是这条命逃出来 还得活下去 过二年就好了 我都平时过二年就好了 等到过二年 咱办了楼上以后 什么都是幸运 幸运也好 幸运好了 上回态度别也好 上楼成了任秀桓 短时间内最大的期盼 因为离家较远 任秀桓夫妇 一直也没有去新房看过 于是 记者就跟随他们 一起来到了 他们即将开展新生活的地方 当地政府在距离南口前村 三公里远的地方 盖了一片新的楼房 楼房一共五层 房间有55平米和60平米两种 让那些像任秀桓一样 房屋损毁严重的村民 可以免费入住 楼房已经封顶 预计明年七月份就可以入住了 我还得买大床 哎呀我的大床 我还得买我的大床了 我开心疼我的大床了 那床里怎么放 看得出 夫妻俩对自己的新房十分满意 也有一种说不出的喜爱 虽然比曾经的平房小了些 也不能在自家后院种些菜 养些花了 但新家也有新家的好处 这两个最大的好处出门方便了 咱们坐车往哪去的都有 咱们那边不行 咱们那边就能俩方式 从泥泞残破的旧家 到高楼林立的新房 从看到屋子被冲回 处续一空时的绝望 到如今看着未来的新家 有了新的盼头 他们脸上的笑容 也使我们感到 他们对未来有了更多的憧憬 我们节目组想给回访人留个纪念 想送一张照片给他们 当被问到最想在哪拍照时 夫妻俩异口同声的 选择在新房前 杨吉生一家是幸运的 从死里逃生到憧憬青春 这短短的四个月 带给他们太多的人生感悟 他们同时也是乐观的 正是由于这份乐观 才使得未来美好的生活 有了良好的基础 我们也期待着明年七月份 可以再一次看见 他们上楼之后的笑脸 王靖也是我们在 这次水灾当中采访过的 他刚刚经营了半年的水灾摊 被大水无情地冲走 损失高达十几万元 时隔四个月之后 他的生活恢复得怎么样了呢 经过村里人的带领 我们的记者来到了当初 被洪水冲毁的农贸市场 此时的农贸市场已经开张营业 王靖也重新回到了这里 继续卖海鲜 回看当初那个急躁无助的自己 王靖平复了的心 又一次被触碰 一贫如洗的王靖在几乎绝望的时候 得到了周围人的关怀 朋友帮他在农贸市场租了一间小房 姐姐来帮他重置摊子 上至冰箱下到脸盆 都是亲朋好友借他钱值班的 这才让王靖有了开始新生活的动力 而另一个动力就是 他六岁的儿子 大水无情 人有情 在多方面帮助下 王靖的生活也逐渐走向正轨 他现在最大的心愿 就是努力挣钱 尽快把债还上 然后开始新的生活 当被问到想在哪儿拍照刘念时 王靖说 就照我的海鲜摊吧 因为我要以此时为起点 一点点把这个摊子弄得更好 杨吉生夫妇和王靖 只是这次受灾的大群体里的一个缩影 在南口前镇的王家蒲村 被冲毁的房子 已经按照从前的面积和位置 重新建了起来 房子底下还打了很深的桩子 洪水再来也不怕了 梁耀林给我们介绍起了 他现在的新房 王家蒲村 经受灾52户 17户房屋被重建 一排排新建的房子冒着炊烟 仿佛也给经受了灾难的村子 注入了一丝新的活力 不止居民的房子受灾 村子里的小学也没能幸免 南口前镇学龙龙胜小学 被冲成了平地 重新翻修后 现在已经恢复了上课 孩子们开学后看到新学校都非常高兴 选择太好了 现在的教学楼吧 肌肉暖和宽敞 以前那就是冬天还剩屋的 男生吧 冬天男生 以前的大学们都全去那里 没想到你耳朵要毛纸 你觉得哪个变化 对你印象最沉 最喜欢的 就是教学楼 电子白板 现在只要轻轻一点 所有客家都抖出来了 一点不用费劲 洪水无情地冲垮了房屋 冲走了人们积攒的积蓄 但这场洪水 也让人们看见了大爱的力量 洪水带不走的 是人们把日子继续过下去的信念 和他们的每一张笑脸 一个人的体制怎么样 在得病的时候看得最清楚 一个社会的体制怎么样 在遭受灾害的时候看得最清楚 洪水过去了四个月 我们看到辽宁清源县 南口前阵的受灾农民 有温暖的住处和足量的食品 这让人感到欣慰 政府补贴和社会捐助 会合成博大之爱 帮助大家抵御灾害 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 对突发洪水这样的灾难 仅靠财政救助 慈善募捐等等还不够 我们还要学会运用 拒灾保险这样的市场手段 来分散风险 最近深圳市和云南省 都在开展拒灾保险试点 拒灾保险涵盖了暴风暴雨 地震等等各种自然灾害 我们希望试点能够快速取得经验 在全国推广 到那个时候 农民面对重大自然灾害 就多了一种保护网 继续来看我们的菜篮日工程 25周年系列报道 在25年前一说起买菜 人们就会想到集贸市场 再后来出现了连锁超市和便民店 如今湖北省武汉市拓宽蔬菜流通渠道 在全国率先实现了电子菜箱建设区 就是这样一张会员卡 让市民逐步出户就能完成买菜 结算取菜等等所有环节 真的有这么方便吗 今天我们的记者就亲自体验了一回 上午十点前 记者借用黄小姐的会员卡 在电脑上进行了体验 打开网页 蔬菜分类很细 品种很多 产地价格一目了然 记者随意挑选了三种菜 一分钟完成了购物和结算环节 根据规定 记者在上午十点前购物下单 下午四点半以后就可以拿到菜了 这菜是订了 价格会比超市里更便宜吗 今天我们订了带取的五花肉 一斤九块八 还有金针菇 一份两块八 现在我们到了一家超市门前 我们进去看看这些菜 它这卖的什么价 超市的金针菇九块八一斤 电子菜箱的价格是九块三一斤 超市的特价五花肉 十一块四马八一斤 同样的菜为什么价格会有不同呢 我们了解到 电子菜箱提供的菜 百分之八十来自自家的蔬菜基地 百分之二十来自当地的一级批发市场 蔬菜价格参照当地超市而定 大多数品种价格 低于当地超市价格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 这比完了价格 咱们还得看看 电子菜箱的蔬菜新鲜度和品质 有没有超市的好呢 下午三点记者从超市出来就收到了取菜的短讯 记者一行来到了指定的取菜小区 说我们这个菜放在大华二七中门 七十八号贵 四号箱 密码就是这个 二三二七零四 我们去看一下 找到电子菜箱后 通过输入密码 电子菜箱就自动打开 记者在网上购买的菜一样不少 而且新鲜度和品质不低于超市 每一份菜的外包装上 都有二维码和条形码 通过手机一扫 就能看到检验结果 出货日期和保质期 说到蔬菜的新鲜 记者想到了消费者购买的菜 特别是秦淡肉 水产品 在这个电子菜箱里 一放就是几个小时 尤其是炎热的夏天 它会不会变质呢 夏天的时候有跟冰箱是一样的 就小冰箱的形式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柜体 它具有这个密封性 那么在存放的时候 我们会在这里存放一个物理冰排 最后另外它是通过这个冷气降温 当我关上柜门的时候 冷气在里面自动循环 打到密封心之后 可以保持四到六个小时 看起来这个电子菜箱功能齐全 使用起来也是非常方便 那这些蔬菜又是通过哪些环节 装入柜体里的呢 晚上九点钟 记者来到这家工菜企业的分建中心 工人们都在加班 他们把从基地运来的菜 按照消费者的需求 通过这条自动化的流水线 分别对一家一户的货品进行分简包装 第二天一大早 分别送到各个小区 这样就解决了上班族 没有时间买菜的问题 怎么样这个建筑菜箱 蛮方便啊 我们下班没时间买菜 就直接过来一起啊 一般就是什么时间买 什么时间去啊 一般昨天晚上买 第二天下班来起啊 这个菜的价格品质到底怎么样 还蛮好的 反正我们也不经常逛菜场 我觉得应该价格比较合适嘛 我们了解到目前武汉市电子菜箱 已经进入了1200多个小区 为五分钟购物 探索出了一个新模式 菜篮子工程实施25年来 武汉市为实现五分钟购物 现在已经打造了电子商务 加社区实体店 加社区直头的运营模式 基本解决了市民买菜贵 和农民卖菜难的问题 武汉的电子菜箱的探索呢 是很有新意的 人们可能在对菜篮子消费上呢 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那种个性化 差异化的那种口味上 等等这种需求 多样化的这种需求呢 靠电子商务这种方式 就更好的能够满足 那么它会更便利的去沟通 生产者和这个消费者 这样的话呢 对市场的稳定 对于这个产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 或者品类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 是非常有帮助的 2013年即将过去 您有什么样的收获 在新的一年里 您有什么样的愿望呢 让我们把镜头对准咱们的农民朋友 继续来看系列采访 我的收获 我的梦 2013年有什么收获吗 2013年 我咬猪了 咬猪收获了 咬猪卖钱了吗 咬猪卖钱了 2013年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 今年当父亲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你要考到大学 我都当父亲 2014年最大的愿望 所以你也来的新闻 最大的收获 该讲就是 就是我们个人吧 在承包费端都有 对我们的一个 很大的 挺大的收获 这是我们非常喜欢的 让我们非常 多挣些钱 完了以后 咱们吧 把生活团结好以后 想买点 咱确实在买个龙物炸点了 来人最大要买个车 其实有没有车 来人买个车 国家动作好了 得放关了 来人要是拿 咱要个二台 咱要孩子 好了 感谢收看今天的聚焦三农 想连接更多节目内容 欢迎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的官方微博微信 还有移动客户端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